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hotoshop基础这门课一共分为四个阶段 在对Photoshop进行简单介绍以及介绍完各种工具的使用 并进行了一些实力操作以后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四阶段 在本次课程中我将利用一课时的时间为大家回顾Photoshop前九奖的内容 并帮助大家对今后的Photoshop学习进行规划 现在列出的是我们第十奖的主要内容 现在我们就开始回顾前九奖的内容 在Photoshop基础这门课的第一奖中 我为大家介绍了Photoshop这款软件的发展经历 应用领域以及为大家演示了Photoshop CS6的安装过程 如今Photoshop已完成了从1.0到CS6的变迁 同时在平面设计广告摄影照片处理和工业设计中Photoshop也有它广泛的应用 在Windows环境下Photoshop CS6的安装也十分简单 只需要准备一个安装包并按照其内容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即可 在Photoshop基础的第二奖中 我为大家介绍了Photoshop的常用工具 以及为大家介绍了图片认识的第一部新建文档 Photoshop CS6的基本界面主要包含五个区域 分别是位于屏幕最上方的菜单栏 菜单栏下方的选项栏 以及位于右侧的面板栏 位于最左侧的工具面板 以及拥有最大区域的工作区 在第二奖中我们还了解到基于数学方程的解合图源表示的图像 尺量图以及计算数码影像的单位像素 新建文档的方法也有多种 其中最简单的是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加N键 新建文档对话框上的内容 我已经在第二奖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在这里就不再为大家一一说明了 在课程的第三奖中 我们学习了证件照的制作方法 在正式制作证件照之前 我为大家介绍了常用证件照的尺寸大小 以及为大家讲解了图像大小和画布大小的区别 在制作证件照的过程中 我们学习了如何修改图像大小 修改画布大小 以及调节图像的分辨率 在第三奖制作完证件照以后 大家对Photoshop这款软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认识 在第四奖中 我主要为大家介绍了抠图的相关知识 在正式学习抠图前 我为大家介绍了通过上下叠加方式组成整个图像的图层 以及图层的常见类型 为大家介绍了抠图方法 主要有选区法和滤镜法两种 课程中我为大家列举了四种抠图方法 分别是模棒工具 钢笔工具 模板技术和抽出滤镜 需要注意的是 每种抠图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应范围 比如 模棒工具适应于选择颜色一致的区域 而钢笔工具适用于轮廓线比较清晰的图片 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需要根据图片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抠图工具 这样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奖的课程 我们学习了矫正倾斜照片 在矫正倾斜照片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了一个工具 叫做纺制图章 纺制图章的作用是 来复制取样的图片 在第五奖的操作中 我们主要使用纺制图章来进行窗户部分的复制 Photoshop基础的第六奖相对简单 我们主要调节了图像的色相和饱和度 使用了滤镜 以达到复古老照片的效果 在图像中 区别各种不同色彩 最准确的标准就是色相 同时饱和度可以来描述色彩的鲜艳程度 调节图像的色相饱和度 可以利用快捷键 Ctrl键 加U键 也可以在菜单栏中点击图像 调整色相饱和度 来调整图像的色相饱和度 Photoshop这款软件 为我们提供了种类繁多功能齐全的滤镜 这些滤镜有杂色滤镜 扭曲滤镜 抽出滤镜 渲染滤镜等等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效果 来使用相应的滤镜 现在为大家展示的就是 在第四讲完成后 制作出来的复古老照片 在学习了制作证件照 矫正轻斜照片 以及制作复古老照片以后 我又为大家介绍了 Photoshop的一种新的应用方式 直接用Photoshop进行图像的制作 在Photoshop基础的第七讲中 我为大家演示了如何通过更改 涂层的混合模式 制作一朵绚丽的小花 涂层模式有颜色简单 颜色加深 变暗变量差值和排除等等 现在屏幕上展示的 就是我们第七讲 制作出来的小花的最终效果 有了Photoshop基础 第一至六讲的基础 以及第七讲 制作绚丽的小花的基本经验 第八讲和第九讲两讲 我带领大家制作了火焰字 虽然制作火焰字的步骤比较多 但是相信大家通过观看我们的视频教 也可以很好地完成火焰字的制作 制作火焰字需要蒙版和通道 更改涂层的混合样式 更改涂层的混合模式等等 现在屏幕上展示的就是我在 第八讲和第九讲上课演示时 为大家制作出来的火焰字效果 大家在课后制作的时候 可以制作更多的火焰 以达到更完美的火焰字效果 完成了前就讲的回顾 相信大家对学过的知识也有了一个 比较清楚明了的知识体系 现在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今后的Photoshop学习规划 通过Photoshop基础的这门课程 相信大家已经对Photoshop的基本操作 有了一定的认识 我们也做了一些实力 因此大家对Photoshop制图 应该不会很陌生 今后大家需要做的 就是跟着实力进行学习和做图 想要学好Photoshop这款软件 最关键的就是不断的练习 经历大量的练习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制作想要的作品了 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制作作品 也标志着我们Photoshop的学习 进入了一个更深的阶段 以上就是我们Photoshop基础 这门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通过这实讲的学习 希望大家对Photoshop入门 并能根据教程完成一些 简单的图像修改与制作图片的认识 祝大家在Photoshop的学习过程中 更上一层楼 谢谢大家